HELLO 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又来到乔老师玩具开箱时间 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之前一直延续下来的专题 10万个为什么时间 距离上一期我们有一个半月了 所以这个半月间 10万跟这种转蛋又出了什么有趣的商品 跟大家分享 这个系列就是 它也是算在环保扭蛋这个系列 它一直以来都有推出一些虫子 像之前我们开箱那个大王巨竹虫 又有另外一个系列是黄蜂 那这一次我开箱的就是最近很夯的 螳螂捕蚕 好不好螳螂的部分 那这个螳螂 草莓啊 诶那是萨萌 就是我们上次去逛地下街的时候 看到食品 不得了 它的比例跟它的尺寸 让我非常的惊艳 所以今天就开箱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它这个是比较棕色的 因为它卖的比较好的 就是数量比较少的是绿色 清绿色的 然后里面的东西就非常简单 就像这样 它需要组装 而且还蛮复杂的 内容物还蛮多的 为什么我现在 坐到这个桌子就 我自觉胸口一直往前靠 你想要干嘛 没有我想说有一些 对有一些那种 亮子的连接 那你看这螳螂的处须 你看 它直接这样包 我这是压颗粒的 这可能 你不小心折就断了吧 这是它的腹部尾巴这边吗 它有这种 虚虚的 有点恶 这只好像是 膨胀的 藏螂就是 它有分吗 有有它有分 它有分瘦的 跟膨胀 膨胀会不会是母的 鐵线虫 鐵线虫 肚子有蟲 好噁喔 好 那这里一样 有一张这样的说明书 就是 简单的让你介绍一下 这螳螂 雖然就是组装说明 它也可以让你知道它的 身上的部位 分别代表什么名称 你看 这个做得很好耶 你看 很多复杂的结构 对不对 就是它前面 又一个关节 然后是可以打开的 对不对 OK好 现在这已经站起来了 其实 组起来还不错耶 就是整个比例 不知道耶 螳螂有那么大吗 那我收到的这一个款式 它是 它的腹部有膨胀 整个是这种 比较棕色的 如果你是会喷漆改装的玩家 可以把它 把你收到这个 改成绿色的也OK 因为它整个材质 是塑胶 硬质塑胶的材质 只有腹部这边是软胶 可能会掉漆的状况 那其他的都还好 那我还有一个款式 我记得我还有一支 是白色的 我想开给大家看 哇 好 那这个整个是 半透明乳白色的版本 那在说明书上是写 羽化植后色 基本上 一只螳螂啊 一身要脱皮6到9次 它基本上 从小就大概长这样子 只是体型的大小会有差异 那它就不断进行脱皮 然后去让自己的身体长大 这样 而且这个乳白色的塑胶 资料 比较再更硬一点 所以装起来 它关节强度又更好一点 如果一次摆出来 100支在里面前 还蛮恐怖的 我们可以办一个展览 然后就是这个 飞天堂 那再来 下一包 耶 没错 这个 也是环保扭蛋的系列 那看到这个蛋壳 大家应该不陌生啦 第五代 哥吉拉5 这个系列 它就是特色环保扭蛋 它整个外壳 是底台一部分 那当然它的外型 这边 它做的是这种不对称的 然后上面的这种纹路质感 蛮像哥吉拉皮肤那种味道 那里面 其实就是 人内容物 喔 欸 一开就基多拉直接 好那这一代很特别 它分别就是有 91年的哥吉拉 然后再来就是基多拉 机械哥吉拉 好那最后一支 这支就是梅加洛 那之前我们很像有开箱过 它跟 喷射结格是不是 然后还有盖缸 还有哥吉拉 那一集里面出现的这个角色 叫梅加洛 OK 那我们直接先煮基多拉的部分 你看 它就是 它这个就是软胶材质 所以它尽可能可以塞多少就塞多少 一颗蛋里面有那么多东西耶 你看它这里啊 其实会需要玩家去把它拼点剪掉 有没有 它为了让涂装 看起来更完美 所以 它这边上面还有留一点汤口 然后把它剪掉 应该是吧 应该没错吧 剪错了就刷晒 它上面都会写这个拉 有写一个R 有没有 就右边了 而且它其实就设计防呆了 所以基本上 真的会装错的话 那真的就 真的呆了 这翅膀很薄耶 它这翅膀设计很好耶 哇 这一支 是我的 哦 诶 这手机很好耶 这手机很好耶 一个小的前进 然后这个翅膀这边歪掉 我们来试试看吹风机 帮它轰一轰 有没有 要恢复了 好 可以 它大概就像这样 超帅的耶 这一套 你看整个完成高度 含底台差不多在7公分左右 本体的分量 比想象中的还来得大耶 像这个第一个开的基多拉 那再来开的这个哥吉拉 也是其实它的尾部啊 然后整体身形 壮硕的感觉 然后整体拿起来的分量都很够 然后再来整个底台 它每一个款式都有它 对应的特色跟它的一些 不同的剧情表现 比如说基多拉就是有雷电 然后哥吉拉就是一个城市废墟 那这个美加罗其实在这里 也蛮意外的好耶 就是整体的质感 然后身上的这些细节 都有去还原都有去做到 可能就是在跟电影里面的设定是一样的 好我们介绍完了这套 哥吉拉和环保扭蛋第五代 那再来 最近在开始招单的是第六代 那第六代 其实大家还蛮期待的 因为就是 现在官方释出的一些图片 里面就有 接下来电影里面出的角色 就是金刚 OK 金刚跟传奇哥 而且传奇哥整个身型 又更壮更大一支了 哇不得了 再来我们就来开箱下一件 好之前我们介绍一个系列就是 叫G frame 那它就是钢弹可动的系列 那这一次它推出的这个系列 就叫A8 frame 好那这一次A8 frame这个系列 它就是推出了 一共低弹八核 初号机 二号机 跟零号机 那再来后面就是一些武器包 还有一个它的起落架 OK 哦 诶 它这次好像不是 就没有那种不可动的 它不像之前那个G frame 它是一盒是不可动 一盒是可动 那这一次的福音战士 它直接就是 一盒是骨架 就是直接是可动骨架 然后另外一盒直接是装甲 可能会比较简单哦 那我们直接开箱来看看 可不可以今天这个组完 就不要再录了 Nope 就是装甲 全部都要自己装 好 好我们第一盒组完了 就是骨架的部分 对啊 它怎么这样出入 因为如果小朋友他只有150块 然后老板说 那你就买这盒骨架 至少骨架是有可动 就买回去就走这样 才不会说 为什么我的出后机跟人家不一样 这个全部都是有的简化的 这个全部都涉及会剪坏的 这个全部都涉及会剪坏的 嘞嘞嘞嘞嘞嘞 好 完成 可惜嘴巴不能開 耶 完成 全部就是初號機、二號機、零號機 然後加上兩個支架 還有一些配件武器 這邊還有另外附一個就是二號機飛行裝備 可以讓它去做一個變化 那我們組完後發現 其實這個系列蠻有趣的 就是很簡單啦 因為它不用像譬如說RG版本 要花這麼多時間組裝 那當然細節上還是有差 可是在A8 Frame這個系列 它該有的身上這些線條也是都有 基本分界線列頰 身上刻線造型都有 所以如果玩家們會做一些墨線處理 或是局部補色的話 我覺得這個作品肯定會更加的精緻 那如果更加分 我本來講更加分 OK 所以這就是 這盒玩有趣的地方 再來我們開箱 最後一件 這個算是 最近 蠻有話題性的 就是這個 它也不算GK啦 它只是做的很像 那種樹脂GK材質的顏色 Plastic Mini Kit 網路上蠻多人在做這一支 High New 好它這個第一彈推出了 除了 有剛剛前面講的High New 它還有EXS 里克迪亞斯 然後還有 夜鷹 跟這個叫什麼 拜蘭特 拜... 喔 拜亞蘭 拜... 拜亞蘭 拜蘭特是誰 拜亞蘭特裝型 簡稱為拜蘭特 好它每個外盒其實都一樣 只能靠上面這個 小小的英文字去看 裡面是哪個基底 那這個就是High New 那我們先從High New開箱 好那聽說這個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這種比較黃色的塑膠配色 那再來好像真的有透明版 我也不知道 我們來開看看 喔喔 一般塑料色這樣 長這樣 就是有點那種GK感 因為它懶得幫大家上色 然後它幫大家做了簡單分色 大家不喜歡 所以它不如做成GK色 讓大家去做遐想 基本的 你看像這個 這邊那種油壓感 它都做出來 這一看就知道是那個 浮游泡背後中間那個地方 你看浮游泡這邊有做分件 有沒有 它可以後面兩片蓋起來 你看像腿部這個地方 這種細節都有做出來 哇 天線 欸天線也算不錯耶 其實整體是 完整度很高耶 做是不是 High New 可是High New好像還蠻多人做 那其實我想要做 李克迪亞斯 好不好 先看一下 李克迪亞斯 好 這上面寫李克迪亞斯 OK 欸 這空架車不一樣耶 啊 啊 借我的人啊 就是隔壁棚的小江 他好像有說 這透明紅的不能碰 那透明紅是更限量的版本 這個 High New啊 High New High New MG 我還真的是沒做過耶 對啊 這有什麼難度 對不對 這難得了我嗎 這難得了我嗎 他這個其實是 用手都可以扭掉 他這個塑料 他這個塑料 撿起來 好 喔 好 我 喔 喔 喔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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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好,轉Highnew了,那最後一盒是夜鷹 那不是說要上色嗎? 沒有啦,我想說如果這盒開出來是透明紅的話 我們就把這支Highnew上色 如果這盒開出來一樣是黃色的話 我們就把夜鷹組起來,給大家看一下細節就好 其實我內心是沒有很想上色,我覺得這個好小喔 好,我們開車來看喔 這樣 今天我們就以這樣的形式讓大家知道 這個非常精巧,因為它原色的感覺 就是讓人家很有那個GK模型的味道 它是這種黃褐色 基本上它整體的細節還蠻精緻的 該有的這種刻線都有 當然,玩家們自己在補強刻線 它就會看起來更加分 它該有的配件,比如說Fill Power 或是它這個燃料桶,它都有做出來 而且它幫你校調好它那個 比如說最完美的展開動作 它不會說像一些這種扭蛋玩具 比較死板,然後站得死挺挺的 然後材質也是那種比較軟的軟膠 我沒辦法看像現在這樣那麼硬挺的感覺 很多玩家會將它去做一些上色或後處理 可是如果你要做這件事的話 你可以簡單做啦 可是如果你要精緻做的話 它是有很多東西可以玩的 比如說光無縫的挑戰 還有一些可以加深刻線補強的 真的如果可以做得出來的話 效果會不錯啦 啊我個人是做不出來啦 你剛剛不是說要做嗎? 你不是說 這難得了我嗎? 不是,今天不是我不做 今天是 你不讓我做 今天是攝影不讓我做 好啊 如果你想看我喬老師做的話 又再去喬老師的IG留言 我就有機會 1.2.9 1.2.9投票通過啦 投票通過我們就進入第二個階段 罷免通過我們進入第二個 行使罷免權這個階段 就是我們開始行使這個計畫 不要下班好嗎? 好啦,那以上就是喬老師今天跟大家開箱分享的 實問為什麼 那最近還有像這種 Super Mini Plus的電筒 我也是很想開給大家看 像是這個Super Mini Plus的 忍者戰士飛影 這也是這種組裝系列的 然後也是很有趣 它就做成這種盒玩的形式 所以啦,其實盒玩種類真的非常多 所以想要看到更多有趣或新奇的盒玩資訊 趕快加入萬代KToy台灣粉絲專頁 那還想看喬老師開箱什麼有趣的東西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希望明明明的點讚 邰老師的 實說為什麼 下次見,bye 就是我在我紙箱的倉庫 然後看到一隻這麼大 就顏色跟這一模一樣 就拉起來 超大喔 然後就我媽被對 就是跟我面對差不多的距離 然後又跟她一個距離的後面那邊 超大的執著 然後我媽就跑過去拿那個 殺蟲劑 然後就對 遠遠對著她這樣 嘻 然後她就死了 她就死了 然後就 她根本沒死了 屁啦 她在紙箱 然後我下意識我想說 因為我之前看到狼 我就拿噴燈燒 結果 還好我沒有要去拿噴燈 那我家就燒掉了 嚇死人了 是這樣吧 是 是 啊